虽然我是建议男性戴 如果女性喜欢的话一样可以戴 水晶用完 手就放在这里 怪不得水晶帮不上你 水晶是需要消耻淨化和充电的 如果你想要知道如何做 看我几千条片 它会帮到你 今天讲一下五种比较适合男士戴的水晶 首先我讲一下610 如果看我的片子都知道 比较说二十几年前610曾经救过我的事业 起死回生 这个对事业非常之好 如果你打工也好 做老板也不错 好了 黄发征 金发征也好 黄征也好 都是因为它的振贫是令到我们趋财 让我们的钱可以多存钱 财运好些 好了 到虎眼石 虎眼石是怎样的 它说明有老虎的眼睛在这里 好了 增强我们的自信好运 蓝色这个咖啡色也可以 自信增强了 做什么都顺利 好了 接着呢 大家看到我自己戴着 就是师父开了光的水龙珠 你戴左手右手都可以 为什么我会推荐男士呢 为什么 我们是男士 天生是要主动一点的 比如我们见人客 或者认识异性 我们都要讲话的嘛 是不是 我们不表达我们怎么可以得到我们想要的东西 所以蓝色的水龙珠是不错的 好了 最后一个就是黑耀石 黑耀石众所周知 为什么 它可以吸负能量 也可以辟邪 但是大家这样 我要记住一件事 黑耀石呢 如果你戴在右手记得一下 一般来说是要金换的 大概半年至一年 看看你去过什么地方 还有多么多吸负能量 吸负能量 它会变了一些白点在那里 那你就需要呢 为什么 就回归大自然 再买另一条 它不是很贵而已 所以黑耀石记住戴在右手 还有要去金换 其他来说 一般来说 蓝色初玩水晶的就是非常适合的